我们再说到这个今天大家要特别关注到的新闻 实际上都跟一个话题有关系叫反转 那么反转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本来事情好像大事是这样的 突然一下就变了 首先要说到外交方面的一个反转 就是澳大利亚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这个之前在莫里森政府的时候 如果说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可能已经很糟糕了 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可能就是更糟糕 好像似乎不管是在华为问题 在疫情的追溯问题啊等等一方面 澳大利亚呢在这个对于中国的警惕方面 都显得比美国还要更进一步 甚至呢当时有很多报道提及 其实呢有关于华为最早的情报资料 是澳大利亚方面提供给五眼联盟分享的 有关于疫情是不是有可能涉及实验室 也是由澳大利亚啊 在澳大利亚的这些情报 我们叫的情报啊 就什么的合同机构啊 提供给美国盟友的 但是我们就看到澳大利亚政府一旦翻天翻天之后啊 整个这个事情转换的速度也是相当之快 这一段节目中我们为大家提及啊 中国与澳大利亚的一系列贸易纠纷 好像就催枯拉朽一样全部都解决了 龙虾的问题也没有了 红酒的问题也没有了 木材的问题也没有了 WTO的诉讼也不打了 现在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贸易联系似乎又重新热络起来 政府与政府高层官员之间的接触也越来越多了 澳大利亚的这一位新外长啊 叫做Penny Wong啊 中文名字呢叫做黄英贤 这位女士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人物 他与中国的表态又为什么需要我们特别关注呢 河边先生 其实黄英贤外长的这个讲话啊 好像是前天还是打前天啊 我就像李奇博士说 哎我是应该讲一下黄英贤 李奇博士哎呀澳大利亚就算了 开玩笑啊 我们不能把编辑部的这个内部故事跟大家讲 今天是正好找到一个话题 就是今天早上啊 我在看这个澳大利亚ABC 这个澳大利亚ABC啊也好像是一个公共的一个电视媒体 他和这个BBC一样的 和加拿大的CBC一样的 表现出他某一种公共的专业的品质 所以他的这个新闻啊 跟那个纯粹的政府工具啊 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所以我是比较喜欢看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ABC 那么这就是他今天的这个标题 那么之前呢 我也是早几天看王英贤外长的一个讲话 王英贤外长的讲话就是 第一他对中国的这样一种崛起表示的一种忧虑 就是认为中国应该向西方社会或者向大家来解释 你这个军力的发展 你这个力量的增长 大家是有安全的担忧 我认为这句话讲的真是非常的得体 中国政府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候 对外的过分的强势 军力的高速发展 实际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这个说明 这一点我认为他点到了这个问题的这个所在 但是他还有一个境界更加让我觉得了不起 就是说他认为啊 虽然我们面对中国的这种发展 我们有焦虑我们有愤怒有不解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我们自己的优势在哪个地方 如果在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 然后只是强调啊 你中国这样那样中国那样这样 而不服侍你澳大利亚自己本身存在的问题 而不让澳大利亚自己本身自己发挥这个优势 我认为他这句话呀 令我就感觉到他好像是东来亚的 是印尼啊是马来西亚 就是马来西亚和印尼这个地方啊 它是一个是一个就是文化比较混合的一个地方 西方文化对这个地方影响非常大 印度的文明影响非常大 中国文明也有一点影响 使这个地方的这个政客啊 表现出某一种特别的这个品质 李家夫子我们看到了 现在的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总理安华 之前的马哈蒂尔吧 还有现在的这个维多多 你都可以反映出来 他们对东西方的这个情况啊似乎比一般的 从白人和从中国人理解都还要更多元点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背景呢 我是这么一个瞎想而已 那么今天的这个报道呢 大家我们的网友就开始疑问了 中国会向澳大利亚主席白旗吗 其实啊这个和下一步的中国和 欧洲恢复这个投资协业是有某一种关联的 就是我们知道就是中国和澳大利亚这个关系啊 实际上是一个互相依赖的关系 中国有很多人愿意移民到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很多农产品进入这个中国啊 中国有很多投资进入澳大利亚 这就是我讲的就是当今世界实际上是一个互相依赖的关系 其实谈不上谁向另外一方面呢 绝对的屈服 因为都是一种利益的共享 但是在澳大利亚这个过程中间 中国主动的撤销原来的对澳大利亚的一些封锁 让澳大利亚的一些农产品 能够进入这个中国 你可以说是举了这个白旗 但是我认为这个白旗举的很对样 就像中国和欧洲一样的 这个欧洲制裁了中国的官员 认为你违反这个人权 对吧 中国有反制裁一下 我觉得这就很荒谬了 你就证明了欧洲也是侵犯人权 你在制裁人家吗 也不能因为呢 你侵犯了人权 人家制裁你 你就反而有依靠 这就有一点 有一点不对等 对吧 如果你真的要抓住澳大利亚的欧洲 也要侵犯人权 也伤害什么维吾尔州人 或者土耳其人 你就制裁了一个官员 我觉得有道理 所以他是一个顾客的政治动作 在这种政治动作里面 包括中澳关系的不好 当然有很多的因素 但是你去制裁人家的农产品 矿产品 你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的伤害 因为中国不仅是需要粮食 从西方 从巴西 从美国 从澳大利亚 从泰国 甚至韩国 那么很多矿物质 澳大利亚是一个矿物质 非常丰富一个地方 如果你要发展军事 你是离不开这个澳大利亚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主动的解除 对澳大利亚的这样一种行为 澳大利亚之前也讲了 我们也不能到WTO去起诉你 这就是一个好的事情嘛 我认为白棋在关键的时候就应该举了 不是说白棋不能举了 两种情况 就是说我不行 我认为投赏 我认为你对我有帮助我举起白棋 第二个是你威胁的我太厉害了 我还是要举起白棋 我先头上再说 对不对 人类就是到了今天 多主一点白棋 少主一点红棋 这是我的这个意思 中国和澳大利亚 中国和欧洲的这个谈判 听说下个月要开始重新启动 谈不谈得成我们不知道 真正有没有不知不知道 但是中国如果举动的像那个服从大使一样的 先去解除对这个欧洲的一些官员的制裁 这就表现了和好的一步 你不能说双方说 你放一个人我也放一个人 那是一个冷战的一个敌戴时期 中国作为一个打国 尤其在面对澳大利亚这种国家 有这么的华裔生存的一个地方 它又是一个西方的国家 又是一个从国家利益来讲 两国之间没有本质冲突的国家 不像跟美国还有整老大的问题 中国应该举动的示好 好主动示好多举白几 主动承认我不行怂了 这或许是国际关系和平之道 刚才和平先生特别提到的是 有关于中欧投资协议谈判是否重启 那么这也是我非常关注到的一点 那么具体有关于重启谈判的欧盟内部的讨论 在未来的一到两周就会开始 我们会特别为大家关注 与此同时还要为大家做一个小预告 在明天周四目前具体时间还不知道 美国的财长耶伦即将对对华的经济政策进行一个完整的演讲 其中可能涉及美国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 对于中国即将到来的投资制衡 或者做投资限制有怎样的规划进行相关的说明 那么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为大家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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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